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手機 轉 hdmi 連接電視的這個深入探討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是 並不是說所有的手機啊都可以連接到電視 比如說 iphone 手機 因為他是這個封閉的這個 ios 的系統 你只要買市場上的這個原廠的 lightning to ab 轉換器或者一些副廠的 他宣稱說可以 那保證應該都可以了 因為這是封閉系的這個系統 你就把它連接上去 然後呢再轉再連接到電視 這樣就成功投影到這個電視上面 比如說啊這一隻是 三星的安卓手機他是 usbc 的介面 這時候你只要準備這個 usbc 的 hub 連接上去 然後這邊有個 hdmi 的輸出 然後就可以 連接到 轉換到這個電視上面 但是啊這個 針對於這個安卓的系統會比較特殊一點 因為安卓他的規格比較複雜 並非啊所有的 usbc 的安卓手機都可以成功的像這樣子 投影到電視 像那個小米的中低階的手機啊 他算是 usbc 的介面 可是他不見得會有畫面出來哦 比如說這種是早期的安卓手機 他是 micro usbc 的接口 那他也不見得都可以連接到這個 電視上面去 那你反正啊你只要遇到安卓的手機你就 實際的將這個轉換器 連接到電視看看 有畫面就表示成功沒有畫面就是沒有成功 安卓手機就要實際測試為準 第二件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般我們家用的這個投影方式的應用 只能將這個直式的畫面 投影到電視是呈現左右黑邊 然後中間是只有畫面這樣子 因為我們家裡的電視不可能轉90度啊 那有一些特殊的用途比如說像廣告機的用途 或者是一些直播的用途他可能需要 滿屏就是這樣的滿屏 投影到這個電視 那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會告訴大家是說 針對第一件事情 並非所有的安卓手機都可以投影到電視 但有沒有解決方案啊 好那如果我的手機是這個早期的 micro usb的手機或者是早期的安卓5安卓6的手機 可不可以也可以投影上去啊 那第二件事也是說 我要怎么讓我的 手機直式的畫面 投影到電視是滿屏的 我今天呢要介紹一款非常特別的產品叫做 手機直式全螢幕的轉換器 他可以將任何的手機 全螢幕的投影到你的電視螢幕 好這邊是5伏特的電源然後這邊是接手機 如果你的手機是這個iphone的話 那你就準備這個 你的iphone的充電線 原廠的iphone的充電線 lightning轉usba的 然後呢如果你是安卓的手機的話 請你準備這個 usb c的充電線哦這樣就可以好 我們實際接一下iphone玩玩看 以iphone來說的話就接lightning的充電線 然後把它接到這一個 設備的usba的地方 然後呢給他5伏特的電源 然後呢再連接到hdmi 這樣子 好你會看到畫面是轉90度的 沒關係我只要把這個螢幕轉90度就可以了 你看嗎轉90度了 好像轉錯邊了 沒關係我這邊有一個按鈕 你只要按下去他就會旋轉 正常的 然後呢你再按下去之後 他就會呈現正常的這個 橫式的90度 橫式吧就是左右補黑邊了好再轉一次 再轉一次 就是這麼一個熱鍵啊好 所以這是我要的嗎 他其實也是有聲音啊好吧 那我實際播個youtube來試試看 那請注意哦這個youtube播放的時候 不管你是任何的轉換器 你都不能用youtube的app 如果你用youtube app他當串流 到時候這邊的影像跟他不會同步 所以你只能用瀏覽器來看 好來播播看一看一下 嗨大家好 好都有聲音這樣子好 那 安卓手機也是一樣啊安卓手機 你只要換成這個usbc的線就可以了 我就把這個換掉 換成這條usbc的傳輸線 然後呢連接到上面去就可以了 好 好就允許 好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立刻開始 那安卓手機的話因為聲音的話你要打開藍牙 藍牙系統打開來就可以了 他就會吃得到這台 設備 藍牙主要就是要抓聲音啊 這樣子 比如說這一款他是早期的micro usb的這個安卓手機 我也不知道他是有沒有什麼nhl還是有什麼什麼東西的我也不知道 我只要接上micro usb的傳輸線就可以使用了好換成這個 micro usb的傳輸線 然後連接上來 然後再接上來 好 那第一次使用的時候他會叫你下載app 不管是安卓手機就叫你下載app就下載就對了 跟著他指示下載 然後就執行這個 執行 好就允許 都允許 把你的藍牙打開來 都可以了 這樣子你也把這個舊款的手機 也可以成功的投影到你的電視螢幕 好啊我們現在了解是說 這樣要幹嘛 其實這樣一般的user不會用到的 但是啊你針對一些小店家做廣告機 我把我的電視螢幕擺直的然後用這個 手機上面播一個投影片啊 然後來宣傳這個店家的一些商品 這個指示的這個投影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啊這樣的手機指示全螢幕投影到電視上面這個應用 可以用在這個 直播上面 比如說obs啊 特殊的直播設備 如果啊我要將 直視的iphone的 畫面 投影到這個電腦obs上面去做直播 那我先採用這個apple原版的這個 lightning to ab的轉換器看會怎樣 把接起來他就 hdmi 輸出 hdi 輸出之後我就連接到我們febom 179 plus的 hdmi 截取卡 把 hdmi 訊號灌到截取卡去 這時候啊你電腦的obs就會呈現直視的畫面 可是你有一些你會發現就很好玩的事情 這個電腦obs這邊是1920 這邊是1080 但是啊有左右黑邊 這個左右黑邊 既然占了原本的1920x1080的 三分之二 也就是說 你在做直播的時候你要裁切 你只會只會抓到這一塊畫面 這個畫面就原本1080p的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你這樣做直播的解析度就會 不好了 那今天如果我們採用這個是我們公司的 手機 直視全螢幕 轉換器會怎樣呢好我們就幫電源接上去之後 然後呢將這個hdi連接 然後呢將你的傳輸線 連接到你的轉換器上面去 連接到上面 這個直視的畫面 百分之百 填滿在這個1920x1080p上面 不會有左右黑邊的問題 這時候你把這樣的畫面拿去當成直播的視訊來源 你的畫質才會是最漂亮的 我們只要在obs上面把它轉成90度就可以了 首先呢你就在你的後台這邊 這邊有個影像 你就把它轉成你這邊打 1080 乘1920 這邊也是1080乘1920 後台都一樣 好確認 那發現說這畫面是這樣子好我們再把這個畫面做 轉轉90度就可以了 呃這邊有個叫做變形 滑鼠右鍵有個標叫變形 然後順時90度 好 沒關係 如果移錯了我們再變形一次 再 旋轉好這時候就變這樣子了 ok 你現在的畫面是 百分之百被抓到 沒有左右黑邊的問題 所以這樣的畫面拿去做直式的視訊來源 的直播 畫面才是最漂亮的 我們再舉個例子吧 這一臺平板電腦是非常特別的 他可以將外置的HDMI的訊號 取代成 前鏡頭跟後鏡頭 當成是直播的來源 通常我們會用這種直播的設備會做那種 APP可以做直式的直播 比如說像 EastGrey的直播 好 那我們 實際做個EastGrey直播給你看一下會怎樣子 把EastGrey打開來 如果我們用的是傳統的lightning to ab的轉換器 將這個視訊當成EastGrey的直播來源會發生什么事情 你會看哦把HDMI接出來 然後呢 接進去 直播 你看這個畫面是 呈現這樣子的那這邊有左右黑邊 這樣的 畫面你你這樣畫面呈現這樣子就是直播這樣 你預期啊你的畫面是要呈現成這樣子才對 結果他呈現的是竟然是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直播出來的結果就會有左右黑邊了 我們現在將這個 iphone的傳輸線呢連接到我們公司的這個 febom 直視全螢幕的轉換器上面 然後將他的HDMI連接到這個特殊的平板 我們要做直視直播 我們先打開這個APP 這個 instagram 然後呢我們就實際做個直播 直播 你現在有看到畫面了嗎 你看到畫面我們把這個 iphone的傳輸線連接到這個轉換器上面 好這時候 iphone 全螢幕直視的畫面就會成功的投影到這個instagram 上面去 當然那你也可以用導播機做一些 測試啊 我們在一般家裡的電視是當然不會把電視轉換成90度啊 因為我們的電視都是固定是橫式的 所以他的畫面當然就會呈現的是這樣子 就是左右黑邊 然後呢是這個中間才有畫面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的應用是在這個 特殊的廣告機的應用 或者是 要將這個iphone的影像 要做直視的直播 這時候啊你就要想辦法讓你的 HDMI的畫面呈現成這樣子 然後經過你的電腦obs的旋轉90度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因為這樣子才不會浪費上下的左右黑邊 你的 這個iphone的全影像的畫面才能夠真真實實的當成你的直播的視訊來源 謝謝大家